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VBA 程式语言的第一节课 也算是正式的介绍什么是 VBA 我们的课程目标呢 当然是希望同学能够具备有 怎么样使用 Excel VBA 的一个能力 最终目标是希望你们有 就是锻炼自己的逻辑能力 其实写程式就是靠好的逻辑能力 这个逻辑能力是需要去训练的 以往我们都在写程式的时候都会训练 让同学先画一些流程图这类的东西 其实你的程式写久了 这个流程图就渐渐的并不是那么重要 你的逻辑能力可以在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 就能够很快的建立这个逻辑 最终目标还是希望同学能够知道 当问题来的时候怎么去利用电脑的程式来 这个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我想以后未来各位到业界去工作呢 这件事情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一个老板希望 最希望就是学生能够找到问题 然后能够自己解决 我们和几位老师讨论的结果呢 我们决定这次程式语言主要使用VBA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它在前端呢 有一个Excel 那Excel是一个有一个好的工具 所有的Data进来这里 它可以做非常多 不管是统计啦 一些资料处理的一些运算都非常的有效 而且很好用 也很容易学习 所以它对IE在未来做管理人员 这个是一件好的工具 所以我们说它具有一个通用性 应用性 比如它资料前后的处理 和文书工具可以做一些连结 资料库的连结 统计软体等等 那它的确很方便 因为Office里面都有 然后呢 它有弹性 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函式可以使用 那你现在使用的这些函式 在未来在城市里面都可以被呼叫 所以这个它的通用性就变得更好 那我想你们未来 不管你去做IE的相关的工作 如果你会了这个VBA 那我相信对你的工作能力上 你的表现上一定会比不会的人 有很大的一个差异 那当然它在背后呢 你还可以学习到一些程式的一个概念 所以各位不要认为说VBA 好像只是在学Excel 不是 我们想我们后面待会介绍一些 开始会介绍 还是会一些程式的一些概念 会放在这个里面 那我会用一些小小的程式 让你慢慢的了解 怎么样去写一个小的程式 所以VBA不是只有一个应用程式 而是它最后还是 主要还是要让你各位知道 怎么去写一个程式 只是它对用这个VBA 跟这个Excel的Data结合上 会更容易 好 我们常常看见的 常常在这个 这个可以听到的一些程式语言里面 包括像C啊 C sharp C++等等 这是我们最常听到 最常用到的一些 这个程式语言 像老师呢 以前开始学就是以C为主 后来有C++ 就物件导向东西加进来 那可是因为C++呢 它在写界面上不太容易 所以Microsoft 又又开发了一个语言 叫做C sharp 那个仅字号念Sharp 那这个里面同时也有物件导向的一个概念 那它的界面的建构上 比C++又容易非常多 那当然在另外有几个比较常常用到 像Java和JavaScript等等 这些用在网路上面 撰写这些网路程式是非常好的一些程式 那什么Pearl啊 还有这个其他的PHP啊 来写网路等等 都有不同的这个程式语言 那当然另外一个 现在因为人工智慧的语言 就是独火如荼的在使用 那像深度学习等等 他们最主要的使用的一个语言 就是在Python上面 当然现在有很多也在C++ C小朋友都被使用了 那可是最 最 最常使用的 还是这个我们常讲的 这个Python的这个语言 所以它在基本上是 拱众大家在使用 那本来我有想要 想要上这个语言 不过呢这个语言 同学一开始学 可能会比较不容易 所以我们才会用VBA 那我们会不会介绍为什么 我想上次给各位看了一个影带 你就会慢慢了解 为什么我们会要用VBA的原因 一般而言我们在传统上写一个程式 通常都是在大脑里面 一开始会有一个流程 那有的人把这个流程 会写成一个叫做虚拟码 我们称为Sudo Code 也就是我们讲的Algorithm 类似像这样子的东西 那它经过一个编译器以后 就会写成C的原始码 不管是C或者Fortune 或者其他的 通常会写成一个所谓的Source Code 一个原始码 经过Pre-processing 就是这些前处理器的以后 然后经过Compile Assembly 就是Linking 在Linking以后 它就变成一个.exe的一个执行码 然后最后呢 你就可以把它载入到你的Brain里面 最后就可以执行 那最后我们当然希望我们所有的东西 都变成一个.exe的一个执行档 在我们里面可以直接 在Windows里面可以直接执行的一个方式 那这是一个传统 这个程式编译的一个方式 那当然这个过程当然就非常的复杂 那有一步一步的 可能对一般学生 刚要接触程式语言 因为是比较困难 比较复杂的一件事情 可是Excel的工作环境相对就容易了 上这张图影片我像上次我介绍过 那它其实基本上就是有一些 这个我们讲spreadsheet 就是它这个工作部里面 它已经就是有很多的格子 你就可以直接填资料 不像一般传统的这个程式语言 你要去读一笔资料进来 那可能需要一番手脚 那在这边它就容易 它这个界面我想同学都非常熟悉 那我这边我就不重复介绍 好,那这个 你看各位看到两个例题 第一个例题呢 是一个解一个四次方的一个方程式 譬如你要求它的一到二之间的解 那可能这个问题 以往你可能会用一式分解等等方法来求解 那当然Excel也可以来解这样的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讲的联立方程组 联立方程组上面 我们当然也可以用短短消去法来求出这个解 那当然你可以最简单的话 是用矩阵的方式来求解 可能是更容易 好,那解这个线系统可能不见得这么容易 那可是就是 这是一个 一个就是用Excel可以 比较容易求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好,那当然Excel不是你就想想只有那些资料 好,如果你打开Excel的话 其实它会有一个一个范例可以让你知道说 它是可以写类似像这样的动画 可以做一个还不错的像Game一样的东西 你都可以是可以搬到 一般Excel的环境里面呢 你是没有办法去做程式的撰写 就是我讲到VBA的撰写 所以你在使用 你要使用VBA的时候呢 它有简单的几个步骤 你一定要把这个开发人员的这个Menu打开 它打开的方法很简单 很简单 一开始当然你是用在那个开启档案这边 你先打开启档案这边以后 有一个选项 在这个选项的部分 选项选出来了以后呢 在这个里面会找出所谓的制定功能 制定功能里面 请你去把开发人员这个地方打勾 开发人员这个打勾 那到最后呢 你在这里呢 你在Menu里面 就会多出来的这一个开发人员的选项 在这个里面 那这个选项打开以后 你就会看到 发现到Video Basic在这里 那后面还会介绍像聚集等等 其他的部分在这里 那我们能介绍的有限 我们主要用到的还是Video Basic 这里看聚集这两段 好 我们现在示范一下 怎么样开启Excel里面的开发人员的这个环境 那首先你当然是在把你的Excel打开 开启一张活页簿 就会长得像这样 那请你在档案里面 档案里面选择选项 选项选完了以后 请你在制定功能区 它这上面的地方它翻译叫做制定功能区 就是所谓Menu的一个部分 制定功能区 制定功能区打开以后 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开发人员在这里 你看到开发人员这边 那你把它 它当里面有很多 你不管就把它勾选起来 然后按确定 好 那你这边就会多出一个开发人员 请点它一下 你会知道这边有 Visual Basic 好 那你就会产生了这个VB 然后这个 Visual Basic Editor 的一个工作环境在这里 当然它有句集 还有其他的部分 怎么去录制句集 以后我们再慢慢介绍 这个相关的内容 好 句集 我想这同学常常会听到的一个 在电脑里面使用的一个 算是一种语言啦 好 那可是在VB里面 其实它就是一个 把很多comment 很多的指令 放在一起的一个方式 英文叫做macro 或叫macro macro 叫做巨大的意思 好 所以在C里面 其实他们有特别的一些写法 那你可以简单想 什么是句集呢 就是把很多的东西放在一起 然后它可以重复的就一起使用 也就是它从 简单讲它是一个语言的原因 是它可以把很多的指令 放在一起 然后不断的一次把它做完 所以你看 在 左边这张图里面 它说如果没有使用巨集的情形的话 你要分别对这三张 这个 这个spreadsheet里面 就是分别做它的操作 那如果你是有使用巨集的话 你就一次做一张 那它会重复到 三张里面做同样的事情 这叫做巨集 那怎么样使用巨集呢 它是要有一个什么 要有一个录制的一个动作 你要把它记录起来 变成一个巨集 那后面我们会介绍什么是巨集的录制 好 那我们刚刚前面也介绍大概什么是VBA 各位有看一个录影带 那其实这边解释得更好 其实 我们讲前面也介绍这个巨集 就是macro 是以某种规则的语法将指令录成一个文字档 那这样子文字档你可能看不见 那在C里面是可以看到的 那 而直接记录指令列的程式语言 就称为VBA 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 所以事实上也就是一堆的这个macro的执行 起来就叫VBA 就是VBA的一个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录制一个巨集 那 我们现在假设一个情况是这样 那 就是 它在实际操作的时候 它有以下这样的一个动作 包括四个步骤 第一个呢 我们是把A1到C4 这个区域选举起来 这个出称歌 就是一个选取的一个动作 接下来呢 我们选取了以后呢 会把这一个范围里面的字体的大小 色为18 然后改为红色 然后色为粗体质 那当然这些东西其实在VBA的背后里面 它有一个指令集 它会有一个命令列在做了哪些动作在这个里面 那事实上呢 这些东西可以被录制成片的一个有顺序的动作 以后下一张表格下来 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 好 那下一位我们就来介绍怎么去录制这样的一个动作 录制聚集的步骤大概应该就是包括这样子以下的范围 第一个当然你要点选开发人员的这个标签 也就是在这个里面 你先点取 先把这个地方打开以后 选择录制聚集 这边有一个聚集里面 这边有一个录制聚集在这里 好 你点了它以后 就会产生录制聚集的一个界面出现 好 那当然里面你可以设置聚集的名称 设置它的快速键 比如你要做用大写I或者其他的方式 避免要跟已经有Ctrl C 这些你要避免重复 然后呢 你可以选择你的资料夹 像这个聚集存在哪里 存在某一个活跃布上 当然你可以做一些说明在这个里面 好 那这个说明不一定要填 不过你填了对你以后 城市维护会有帮助 好 那这个大概是录制聚集的一个简单范例 我们示范一下刚刚介绍的那个简单的一个流程 我们知道是从A到C form 我们要选取这个区域 那我们还是简单的输入一些数字 那我们用Copy 把它全部放在这个里面 好 好 那我们要做的动作是要把这个录制 希望它变成你后面所需要的动作 好吗 所以我们进到开发人员里面去 选择呢 录制聚集 点上它以后 接下来你要设定这个 那我们就叫做Change Change font 好吗 那你这个可以输入叫我假设F号 现在回布 好 你可以输入 Change A1 2 C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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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确定完了以后 你就开始执行 所以你第一个先选取它们 然后请到常用里面去 把它改成红色 接下来变成18的Size 接下来是Found 好,这个是我们要改的结果 那接下来我们回到开发人员里面 刚刚的开始录制的地方 就开始停止 你就按停止 好,那这样子呢 基本上你就把你的这个区域的部分 那现在因为这边已经变成新的部分 所以你现在你没有办法再 你只好把它回到原来的刚刚的Size 好不好 方法恢复的一个方式 好,那接下来我们怎么执行它呢 我们以后会用建立一个按钮 或其他的方式 或在Found上面来做一些设计 来做这个动作 那在这里呢 我们简单的来讲 就是用聚集 好,然后呢 你怎么做呢 按字执行 好,这边就可以改变到所有的 你刚刚设定的这个动作 它一次就帮你执行 我感谢第一个人 我感谢这个动作 我感谢这个动作 对我感谢就是 我感谢这个动作 我感谢这边的事 你怎么做的事 我感谢这个动作 对我感谢这个动作 mocha 是在这边 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